ABC 抑制中学去年成立梦想学院实习工厂 为少年矫正学校首创 背后推手正式立名营造总市长吴春山 和地保车灯创办人许旭明 趁过年前夕 吴春山捐赠一千包干拌面 给全校师生加菜加油打气 这些同学跟师长他们因为不能够回家围炉 他说我们有做面 我送一千包来 他非常非常高兴 所以就有今天这个活动 政府的资源有限 但是我们的学生的学习是无法等待 还是要靠企业家来这边对我们的相信 然后对学生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企业与政府支持下 全台首座梦想学院去年五月落成 规划制查 学家彩绘餐饮等课程 目的要让学生顺利衔接未来就学与就业 我觉得这些小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只是要让他们走上正道 那有人来引导他们他绝对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这个梦工厂的成立也是希望他们协议的一技之长 然后将来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过活 透过良好的教育跟引导 我相信他将来一定是社会上有用的人 台湾营造业龙头董作 吴春山热心工艺 兴趣广泛 尤其中爱艺术文学 他也捐赠自己的最新著作给学校 希望学生借由阅读 获得正向启发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陈慧摩李晶晶 台湾彰化报导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